在母亲节前夕,南加州的Lum Color公司举办了一场名为Lum Color Lights of Love的艺术展及慈善意卖活动。 这也是Lights of Love系列活动的第二季。 当天的活动颁出了12位杰出母亲,得奖者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和杰出女性。 全球文化教育科技创新产业基金会会长盛伊丽介绍了这12位母亲杰出的个人经历与背景。 每一位母亲也分别在台上做了精彩的演讲,与道场的观众分享了她们身为母亲的荣耀与悲欢。 洛杉矶郡郡长凯瑟琳·巴格发来视频,向获奖的母亲表示祝贺。 巴格的华人代表吴中国也亲临现场,向12位获奖母亲颁奖。 我们将慈善、意脉以及文艺表演结合在一起。 希望大家倡导世界和平、关爱弱势纯体。 为我们的妇女儿童都做一件事情。 在颁奖典礼之前,Loon Color也与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爱心会员企业联合举办了捐赠产品和绘画艺术品展出和意脉活动。 参加本次活动意脉意展的艺术家有画家王霞丽。 蜀秀世界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周燕宇分别展示了他们的创作作品,并将意脉所得款项直接用支票捐给联合国难民署,用于救助乌克兰的妇女儿童。 而为乌克兰的捐款活动将继续进行。 通过正式展览,希望我们在海外的华人也能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化之美,让我们古老的东方文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最后祝所有世界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为了表彰本次活动的主办方Loon Color以及联合主办方AMC仁爱医美,为关注全世界妇女儿童的福祉所做出的贡献, 海泽林巴格的代表吴中国特别向Loon Color和仁爱医美的代表颁发了贺状。 当天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展现中国传统艺术的音乐、舞蹈, 以及由UCLA大学生演出的歌曲《一路上有你》,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恩之情和深深的眷恋。 凤凰卫视宋城洛杉矶报道。